11月4日下午,知名动作明星真子弹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长动态,这里,由于这条长动态过长的原因,我们不得不分段来看,至于这条长动态的内容是什么? 接下来,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,这个是真子弹常动态中的第一段文字,从这段文字中,我们不难看出,它这似乎是被故意抹黑了,而涉嫌抹黑帮则是它口中的片方,抹黑帮则是该片方通过在某平台上发布置顶长文的形式,目前该置顶长文已经被该片方筛出,看得出来,被故意抹黑后的真子弹是特别生气的。 而它本人也是用了愤怒,两个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,那么被抹黑后又特别愤怒的真子弹,又是怎么处理此事的呢? 这里,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,没错,它要通过法律途径维权,而且,光是表示通过法律途径维权,似乎还不足以消灭它心中的愤怒。 接下来的时候,它更是在它的这条场动态中,迟述了二十小条,来指出片方抹黑文中的bug。 这二十小条如下图所示,由这二十小条不难发现,真子弹要表达的意思或是,电影《冰封侠》的续集,是空行者,虽然目前评分比较低, 但这种低评分现象,产生的原因不能只归结于自己的身上,如果把低评分的始作俑者,只堪称是他自己,那么他是万万不可接受的。 那么这个时空行者自11月2日上映后,得到了怎样的评分呢? 这里,先来看一下,不难发现,在豆瓣平台上,这部电影只有惨烈的二点热分,给一分评价的人居然占到了76.5%的比例。 话说,这评分也真是够惨淡的了,长文末良的时候,真子弹也是表示以后在拍戏的时候,会建立挑选者和专业团队合作,这样阐述的作品,才不会辜负他的影迷,不会辜负他对电影事业的热爱。 最后,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小伙伴们去看过这部电影,如果去看过的话,你又会打几分吗? 对于真子弹在这部电影中的表现,你又会如何评价呢? 说说看吧,念则声明本文图片来源网络,如影半圈,请联系作者删除。